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檢查我們的操作 第一個 剛才試過排水把有關 排氣把有關 現在的溫度是室溫沒問題 然後接下來呢 它的壓力設定121度C 這個東西不要動 這東西121度不要動 壓力在這邊沒問題 好 把它關起來 好 關起來 你可以扶這裡 左手頂住 對 我上次示範過 左手頂住 右手旋轉 旋轉 旋轉 OK了之後 兩手放開 兩手把它抓起來一圈 好 差不多 我看一下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一樣 檢查完畢之後呢 開啟電源 這個不動 這個按Dry 這其實我應該貼中文標示才對 Dry的意思就是說 它整個弄完之後呢 它會把你停住 然後把水抽掉 然後開始乾燥 那我們不做這個動作 我們一般會放到裡面去 以後再跟各位講 好 OK 來這裡 把電源打開 好 那再一次喔 先不要離開 通常而言 我們在做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就會離開 但是考丙級 我再說一次喔 我大學授班博班 當老師 我這一塊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個動作 我到2021年考灌頭殺菌服 我才知道要做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買的都是自動化機器 好 那我示範一次 你看我示範喔 現在我們模擬考丙級的操作這一塊 已經加熱沸騰 打開排氣閥 我真的做喔 打開排氣閥 一段時間讓裡面的空氣排出去 讓水蒸氣整個都進去以後呢 讓它排完 排完之後再關起來 我再解釋一次喔 學理上 學理上 它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把裡面的氣體排掉 它才能達到理想的大氣壓 跟它的水蒸氣 飽和水蒸氣 才是這個溫度 但事實上 它會自動做 考丙級要自己手動做 你沒有做就有扣分 很奇怪喔 我跟你講好 在說我讀大學 讀塑班 讀博班 我從來沒有做過 這台我也沒有做過 丟了我們就走了 但是你要氣體的這塊 所以有點像為了應付考試而練的技巧 所以我一邊準備丙級一邊在罵 因為我過去我在台大讀 受到的訓練 我發現用在丙級是一個錯誤 因為我們在開車 丙級是騎腳踏車 所以我拿開車觀念 騎腳踏車其實是有問題的 但是為什麼騎腳踏車 因為腳踏車便宜 腳踏車便宜 所以你們以後上了班的地方 包括我自己做事情 也不見得會有那麼大的經費的時候 就騎腳踏車就夠了 好這樣子OK 好來我們回到我們的位置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